这个飓风艾达非常的厉害 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厉害的灾难 之前路易斯安好多州都受这个飓风影响很大 我们也看了一段视频 这个洪水之后奶牛都被夹在树上 掉不下来下不来了 所以这个风有多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飓风已经影响到纽约了 所以纽约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将会是可能纽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威胁 而我们现在操心的就是纽约的地铁 纽约的地铁经受得住这一次洪水袭击吗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郑州的悲剧能够在纽约重演 尽管纽约的这个地铁也曾经被淹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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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know ya suicide